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三位来宾 要来分享他们碰到 时间管理大师的故事 到底这些大师 为什么这么有本事 这么会管理时间 可以把大家耍得团团转呢 而且又为什么可以如此的 理直气壮死皮赖脸 今天来听听看 苦主们的心声分享 好 第一位苦主是我们艺人 陈凌轩欢迎 大家好 我是陈凌轩 好 第二位苦主 林冬冬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林冬冬 霸西行男 菲丹妮 大家好 我是菲丹妮 你是苦主还大师 大师 快来理清一下 良性专家辛西亚欢迎 嗨 大家好 我是辛西亚 好 作家肉群哥欢迎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想先来看一下 这个很多的时间管理大师 听说这个案情 都是被手机给破获的 第一个是FB搜寻按赞的记录 那么第二个是来看她E-mail 跟看她的简讯 那么第三个是看她删除 或是隐藏版的APP 第四个是看她的IG 现实动态 第五个是LINE里面有隐藏名单 或是这个不小心封锁的对象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林轩你最厉害 你手机看过什么事情 手机的话呢 我曾经就是 听说手机云端找到的 对 手机云端 那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 越来越厉害了 必须要解锁才能够进去看 然后所以我有一次呢 我就趁男朋友喝醉的时候 那喝醉的时候呢 我就把她的手拿过来 用她的指纹去解锁 那解锁之后呢 我就再加入我自己的指纹 按上去 然后还有红膜 就少你自己的 对 少我自己的 方便我以后做追踪 但是呢我要跟各位姐姐妹妹们说 像这样子是防害秘密的 所以呢会犯法 那你就要再做这个动作之前呢 你要先比如说跟她讯息的时候 你要保留一个 例如我会问她说 亲爱的 你以后的手机 我可以自由地去看吗 那对方一定 你浓我浓的时候会说 OK 没问题 我的一切都给你 任你看 对不对 那所以之后 如果说有什么纷争发生的时候呢 这也是你允许我看的 你连后路都想好了 对 我超发被告 对 那也因为这样之后 手机我可以自由地看了 那有一天我发现就是 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那两三个钟头 怎样都找不到人 后来她突然就出现了 回到家 我就问她说 你这两三个小时 我怎么都找不到你 你去哪里了 她就演得很好喔 从口袋拿出手机来 哎呀 没电啦 没电了 自动关机 那因为我在医院很忙 所以呢就是没有注意到 那我现在就拿回去充电 她就拿到书房去充电了 这样没问题吧 那但是问题是 女人会有第六感 那个直觉 天线宝宝是很灵的 是 我当下呢 我就非常的体贴 我就给她烤烤水 告诉她说 烤烤水了 你可以放松一下 好好的泡澡 那她进去泡澡之后 我马上 动作超快的 赶快去把手机拿过来 泡久一点越久越好 因为我想要让她拖延一点时间 我才有办法看 放些迷魂箱好让她睡着 也可以 那时候我在找手机的时候 所有的一些通年记录 讯息都没有异样 后来我就到了 相簿的APP里面去看 也是找不到奇怪的一些照片 后来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 相簿的话好像也都可以随时来删除 对 但是有个东西叫做 Google的云端 它是同步的呀 对 一般人都会射同步 所以你这边即使删掉了 你还是会飞到那边去 那你要她帐后密码才可以看吧 因为我看了她手机啊 对啊 所以我是拿她手机进去的 那那时候我看了之后 天啊 果不其然 在照片里面呢 竟然有她跟一个女生 两个在喂食秀 嘴对嘴 很亲密的照片 就被你抓到了 而且告诉大家 你的Google的照片里面呢 它如果点详细说明 里面有个详细资讯 它的地点 几月 几日 几点几分 什么时候拍了几点几分 都有 然后所以那个地图呢 也是看到了 他就在他工作的附近的餐厅 上演喂食秀 那次呢就被我抓到了 你曾经有一个医生男朋友 听说小气没钱又嚼臭 但你爱他爱到受不了 爱到太差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他还是食其医师 所以其实薪水也不高 但是女生一旦喜欢了 你就会为他做付出嘛 所以每次我们 只要出去约会的时候呢 几乎都是我开车去载他 那吃什么也不打紧 反正两个人能在一起就好 但是呢 好感人啊 我去载他的时候 他就是会有一种 很奇怪的动作 他一上车的时候 就会把鞋跟襪全部脱掉 脱掉之后呢 他两只脚会卡卡 然后直接放在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对 然后那个脚趾头 他脚部有特别保养是不是 他的脚趾头就这样搓 搓搓 然后一直这样子搓 然后就问我说 香吗 你有没有闻到 很香吧 天啊 其实我当时真的觉得是 还真的有点臭 问题是 你那时候真的喜欢他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不会啊 不会臭啊 还好啦 OK 你会替他圆户去 自用力吞下去 对 让他比较有自尊 有面子这样子 然后我们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是 常常就是比如说 我们去吃铁板烧 他通常都会只点一份 然后另外呢 再为我多点一碗白饭 其实那个份量 其实不多的你知道吗 对 那开始吃的时候 我们女生吃东西比较优秀 慢慢吃 但是呢 他是医师 医护人员吃东西就超快的 我差不多要夾的时候 我还吃三分饱 两分饱的时候 他菜已经全部扫光了 所以我每一次约会的时候呢 我都是饿着肚子回去 自己还要再去补一餐 这样子你也忍下来 忍下来啊 在便当了 因为就觉得说 既然很喜欢他 而且就是 他从实习医师开始 这么多缺点 然后又到他考上了医师 然后一路上我陪他走来 我就会觉得说 那应该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你看女生会想说 我坚持下去 我陪伴你 有一天你一定会知道我很好 有一天你一定会守护着我 但是医生这么忙 他竟然开始劈腿 怎么劈腿 又没有钱 又这么忙 他后来考上了医师之后呢 就变成住院医师 那通常比如说 R1 R2的时候 超忙的啊 是超级忙的 那问题是他想要有 这个花园的存在的话呢 他比如说他就会跟我说 还可以有花园 可以有花园 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 我临时比如说半夜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电话一接 他就会这样齐齐楚楚 讲完之后 他就挂了电话很紧张 演得很像 这是发生的大事 他就说 现在急诊有个病人快挂了 我得赶快回去急救 然后咻一声就出去了 然后接下来有几次呢 他就会开始说 天哪 就有点类似像 八仙城报那种 大量病患会进来的时候 他就说天哪 那个有连环车祸 所以现在医院呢 这是急诊室 涌入了很多的病人 所以我要回去支援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懂事啊 女生就会告诉他说 辛苦了 你赶快去 然后希望这些病人 能够受到你的照顾 然后他就赶快出门 对 这个就很难分辨啊 对 然后甚至有时候 我一直狂打电话 年轻的我会比较喜欢 奪命连环Call 那那时候打给他说 有接喔 但是接的时候 他就会语气非常的急 他就说赶快讲 赶快讲 我现在呢 正在看病人 而且电话不是我自己拿的 是急诊室的护士帮我拿的 对 然后我一听到说 别人帮他拿着手机对话 你还好意思 要试大体嘛 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好几次 我觉得心里 蛮难受的是因为 你常常他会因为 你这样子的打电话给他 他就会很生气 认为说你真的不懂事 对 人家在忙 你还来打扰 然后那一阵子 其实反而心里会有点 自责 我怎么那么不乖 我怎么没有办法去尊重他 是我太不应该 牵线宝宝觉得怪怪的 但是又自责自己 威家若犬哥 男生这个什么心态 他陪他这么吃苦耐老 走过这个困饿的时候 还会找时间偷吃 为什么 其实所有的这种 陈世美的故事 就牵涉到男生的尊严 在他穷途寥寥的时候 你对他付出越多 你们的感情就越失衡 所以他到最后 不会是你的情人 也不是你的爱人 他只会变成你的恩人 你啦 你不是他的情人 不是爱人 你就会变成他的恩人跟贵人 然后他心中会 因为这份愧疚跟 没有自尊心 他就去把一个 比他年轻的 比他没有成就的 来照顾那个女生 让自己变成有成就感 有照顾别人的能力 因为你把他照顾得太好 怎么会这样 那我们陪他同甘共苦 这样不行吗 所以不可以陪个男人 同甘共苦 通常都是别人去享受 你同甘共苦之后的 荣华富贵 所以在这个同甘共苦的 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让他觉得 他是有价值的 就是你可以对他好 可是你一定要要求 他在某些方面 就是对你好 对你付出 如果你只是一厢情愿 一直把他照顾得很好 他就会越没有自尊心 越没有成就感 到最后他一定会 找一个年轻的 或很需要他照顾的女生 来满足自己的尊严 所以女人太好 反而是帮忙培养成事美 没错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太简单吗 他觉得没有成就感 没有自尊 在你面前他是一个 没有尊严 没有价值的男人 对他太好 他反而会这样想 是的 那你后来是怎么抓到他偷吃的 后来有一次就是他支援 从医院回来 我就觉得说 今天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你今天都觉得怪怪的 真的 然后突然间手机就 就跳出讯息 上面就写着说 谢谢你陪我 太开心了 不 我就吓 这太明显了吧 这到底你刚刚说 又去支援 那你是支援到哪里去 那我就问他 你刚刚真的有回医院吗 他说当然有啊 不幸的话 那我现在当年的面 把手机拿出来 传讯息回给他 然后以示清白 道高一词 结果他手机拿出来之后 他就开始打讯息 他就先打两个小老鼠符号 就像两个眼睛这样 奇怪 然后就说 刚刚急救完之后 家人的身体有好一点吗 然后对方呢 就突然 很少看到医生这么体贴 对啊 真的耶 那对方呢 就回他讯息说 谢谢医师 一切安好 然后这时候 他就放下手机 他说 你看吧 你想太多 疑神疑鬼是不好的 然后当下我那时候 真的是心很严 我又觉得说奇怪 我就觉得哪里奇怪 怎么可能抓不到 他那时候就走到外面去 他就继续去打报告 做自己的事 我就趁他不在房间 这段时间呢 我就再把他手机拿起来 我就想为什么会有QQ的符号 我就按照他的方式 打了两个8QQ回去 刚刚我女朋友 你的天线真的很强耶 在我旁边看我打讯息 然后对方就 好险我们有暗号 我很聪明吧 因为那个8是暗号 天哪 对 那一开始我想说 就是有人在看我们的意思 是这个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这个很像讲鬼故事 你看我都鸡皮疙瘩了 这样你也可以抓到 又是也很神 你从沙发上的一片水字 也破案了 什么样的水字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有在出 外景节目 几天的时间 那我呢 现在讲都同一个人吗 我现在讲同一个人 就是那个医生 时间管理大师 对 没错 然后那时候我要出门之前 我会先把家里的厕所的垃圾桶 然后所有的垃圾桶 我都把它给倒掉 对 倒干净 那我出外景大概两三天的时间 那回家的时候 我会先检查垃圾桶 里面的卫生纸亮 因为其实你如果 为什么要检查卫生纸 因为我每班女生上厕所的时候 一定会常常用卫生纸 对 男生比较 但男生不会啊 他就算是整天拉肚子好了 拉三餐的 也不可能马上满出来嘛 所以我在外景结束回到家的时候 我发现洗手间的垃圾桶 垃圾桶真的 卫生纸满出来了 那今天就自己来吧 这也是线索 我后来走到客厅 那当时那时候客厅的那个沙发 是有魔鬼毡的 那种布的沙发 对 我就把它整个这样 把它给打开 把皮给撕掉 哪里来的灵感 魔鬼毡毡打开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沙发上面 有一坨是湿湿的 然后它是有清理过的痕迹 所以我就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里面就会有纤维 对 纤维 那你虽然表皮 你已经擦干擦过了 但是你纤维里面是渗透进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又再拿湿布 来把它擦一擦之后 我发现 里面的脏脏的东西呢 是那个咖啡色 就很像血它干掉之后的颜色 乾妹可能坐在那里 然后但是呢 他跟我讲说 这里是那个我不小心打 我问他这个痕迹是怎么来的 他说是因为他打翻了红酒 然后我就说 我就拿冰箱的红酒过来 我再滴到旁边去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 我再擦一擦 我说你看 是葡萄的颜色 紫色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血迹 你从食招来喔 不然你就马上滚喔 我就跟你分手 那他那时候就马上跟我承认 其实这不是他的生理期来 而是他的初业 我的天啊 这也太太多 information 我觉得 他跟你承认喔 而且那个女生 大概是一百六十几公分 跟我差不多吧 因为我也躺在那个沙发上 臀部的位置差不多 听说他有一个更厉害的是 每一个小三都知道他有正宫 没错 其实我觉得 他们都知道有你嘛 那个两个眼睛的也是嘛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 就是还蛮坦然的 去面对他所有的花园 他都会告诉他们说 我有女朋友喔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在一起的话 有个条件 就是游戏规则要定好 如果你打扰我 影响到我的女朋友的话呢 那我们就连开始都不要开始 甚至一被发现的话呢 那你马上我不会理你了 我就一定跟你分掉的 那所有的小三都会答应他 因为其实他们有一种心情 我其实蛮能了解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我戏棚下待久了 说不定就是我的天下啦 我就等到你跟正牌女友 分手的那一天 说不定我就扶正了 美国女生以为我自己 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可是你知道吗 以我的看法来讲 其实这种男生 真的是非常自私 因为你知道吗 当他在偷心跟偷彻的时候 他内心会受到 道德良性的谴责 他就有很深很深罪恶感 所以说当你在对他好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那你又对我这么好 可是我对不起你 所以这个时候他告诉你 他会让你知道说 我做这些事情 太好了 我讲出来了 我不会有罪恶感了 那你就来承受这些痛苦 我讲了你还愿意 对 我就不用背负那个 没错 所以我觉得女生 你不要会认为说 他因为爱我 所以他才告诉我 他对不起我 你看我都没有去查他 他主动告诉我 男生主动告诉你 不一定真的是好事 他只想把这个最后感 转嫁在你身上 而去增加你的痛苦 我们女生也要检讨一下 为什么给这么多 这个自私的人 这么多的机会 我们先进广带来看一下 管理大师有什么特征特色 东东你有个特色 听说你是渣男磁铁 你教的每一位都劈腿了 走开 还有是不是床上偷吃 当场被你抓到 应该说我自己的问题蛮大 因为我标准很高 所以我恋爱经验很少 但几乎每一任都是好看的 就要赏清悦目的 你的标准是外貌 颜值标准很高 对 那我觉得帅 帅就会比较有可能 就诱惑比较多 然后刚开始会热恋期 前几个月都会同进同出 但后来他就开始慢慢搞失踪 然后开始找不到人 可是他又不怕我看他手机 有一次我就用他手机玩游戏 用他手机里面的一个APP玩游戏 然后就突然跳出一个E-mail 就他的电子信箱 就跳出一个讯息说 在八百公尺外有一个 有意愿这样 他就想说什么都有意愿 不太多 然后点进去看之后才发现 他点进去他的那个电子邮件的时候 才发现超级多 就超级多 什么六百公尺啊 或是两百五十公尺这样 这可能只是广告吧 会不会 他被诈骗集团锁定了 可能我觉得应该我 发现他这样的秘密之后呢 他就开始会害怕 因为他是圈内人嘛 然后后来就开始行踪沉迷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要以梦想为主 对 然后有一次呢 但是我们还没有正式分手 有一次我就买早餐去他家找他 那我就一直叫他 这么早的时间七点他一定会在家 然后找他一直 哈啰 宝贝 这样 结果都没有硬门 就想说没有硬门 是不是他睡得太沉了 所以我就很大声说 宝贝 宝贝 这样很大声 他就很紧张跑出来 然后把门关起来说 然后就突然捂着我的嘴巴 叫我不要再讲了 然后我就 因为他住在那个顶楼夹盖 他如果再用力一点呢 我就会整个摔到楼下去 因为顶楼夹盖 他的那个围墙很矮 对 早上送早餐给男朋友 送到生命危险 对 我就赶快躺在地上 因为我怕掉下去 然后我起来说想说 他干嘛那么激动 就看到门打开 一个女生穿小可爱 跟那个热裤 小热裤走出来 然后就奇怪说 这个女生怎么在这里这样 我才知道原来就是 他又被抓到了 若全哥你怎么看到 刚才东东讲说 他都喜欢帅哥嘛 就是以貌取人要 你知道我 我跟很多女孩子谈过 她们的讲法就是说 帅的会劈腿 丑的会劈腿 就会劈腿 我就选帅 也是蛮有道理的 可是这个讲法里面就是 你对爱情是一个 失败主义者 因为你的前提是反正到 最后都会劈 那我刚才就选那个帅的 那不就是从一开始 你就已经做好 被批的心理准备 真的耶 你后来其实情路 从之前那么坎坷 到遇到这个老公 交往三个月算闪婚 因为我恋爱经验真的太少了 其实我就是不懂得世人 后来我给自己一个观念是 我一定要嫁给 对我很好的男生 我老公就是 那三个月里面 对我超级好的男生 这一般女生都有这种想法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天使嘛 怎么会对我这么好 而且长得又不错 然后又有才华 家世背景也不错 各方面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短短的时间内 你怎么要去试人 试一个 所以你没有想说 拉长时间观察 其实结婚就是一种冲动 而且那时候我有一个 对自己的期许 我很希望我在二十八岁之前 就结婚生小孩 对 然后那时候就遇到她 她就对我非常好 比如说温馨接送琴 然后会带我去游山玩水 然后吃喝玩乐 我想说这个男生真的很棒 但是她在跟我求婚前 她问了我三次 要不要嫁给她 我就说不 不要 因为我觉得三个月 你叫我嫁给你 其实还是有点害怕 所以我就说不要 可是她却还是 好像非你不可 非你莫属这样 就在一个很盛大的晚宴上面 很重要的晚宴 都是她爸爸一些 很重要的朋友 在现场 她就上台唱了一首 她的自创曲 写了一首音乐 为什么我们想哭 对 你现在是太感动 还是感触太深 我不知道 就突然很哭 当年是这样 对 她花尽心思 然后让你也是觉得被感动 你觉得你选了一个好男人 所以很快地就把自己交给她 但结婚七年之后 你发现变了 什么时候发现有这些改变 对不起 因为其实 沒關係 慢慢讲 我也是很有自信的女生 我以为她就是 爱我会爱我一辈子 因为我就是 我还是有保佑自己的交友圈 我想去哪里 我会跟她讲 她也会 好像很在乎我的感觉 可是我跟你讲 很在乎你的不见得 就你很有自信 你好像觉得 她三餐问候你 不见得 她外面没事 对 然后是 其实她常常要出差 或是常常需要出去应酬 她就会说 主要是我们的信任感是 慢慢变得很薄弱 甚至已经到零了 因为她每次出去出差的时候 她就会说 我一定会九点回来 她会先画大饼 就是拍胸脯保证 但是她没有一次 真的是没有一次 在她说的那个时间回来 那她干嘛每次都说 我九点回来 就是她的旗逸 先给你安全感吧 她会先给你安全感 让她真可以出去 这比较重要 她先出去再说 反正之后的事情 再来解决这样 然后她常常会用一些方式 比如说跟你讲说 感觉是很有急迫性的 而且你不能去阻挡她的 就像徐轩姐一样 说的就是 她真的有重要事情去 要去 比如说她就跟我讲说 我要跟陈董开会 那陈董感觉就是 一间公司的很大的老板了 你怎么可以不让她去开会呢 而且我们是一个家庭 那她是一家之主 她是男主外 我就是在家里顾小孩这样 然后有时候感觉她怪怪的 并不像她讲的那样的时候 她就会说 好 不然你去外面赚钱 你以为我不想在家吗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好像我们真的不是大体 或是真的不懂事 可是你知道吗 一个女人在家里 我们也是有事业心的 我们也觉得自己应该 曾经是有生产力的 你知道吗 就是可以赚钱的 可是为了你在家里的 但是因为在家里 我们有时候照顾小孩 偶尔做那些 真的很琐碎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突然觉得 老公在外面 那她现在在干嘛 好啦 问她说她在干嘛 她说陈董开会嘛 那你拍一下你吃的东西 给我们看 她就会 可能她当时不在餐厅里面 对 她就会说 好 我等 我在忙 我在讲很重要的合约 对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 你就看到她拍了一个 牛肉面的外面 招牌 她拍了牛肉面招牌 那很奇怪 如果你在里面吃饭 你应该是从外面拍 从里面拍出去吧 你去别对一下谷歌 是不是前三张照片 对 然后我问她说她人在哪里 然后她可能就说 我在东区 可是她拍那牛肉面 明明就在 明明在台北车站啊 之类的 就类似这一方面的东西 然后视讯的时候就是 她说在跟陈董开会 她还不会怕我查情 她这一点 她还真的接我的视讯电话 然后说你看我跟陈董啊 我跟陈董在一起啊 然后她在找她的兄弟 帮她掩護 然后说 嫂子你不要担心啦 我们在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子 真的不要担心 好不好 她等一下就回去了 跟我们在一起 就跟他们在一起才不放心 真的 所以她的案件 其实跟你不一样 她是 你是坦白重关 她其实一直按针得很好 我会叫若泉哥 因为她很明显是 很多女生的弱点 想找一个很爱的人 她分不清楚什么叫做爱 所以说她恋爱经验很少 但她老公感觉是经验蛮丰富 很知道怎么管理 那这样的人 干嘛那么急着结婚 这种男人 其实很传统的大男人主义 刚才这个萱萱的案例 是一个自卑的男生 这是一个自私的男生 因为他就是我要 很多传统的男人 大男人主义就是 要有白玫瑰 要有红玫瑰 白玫瑰就是 白玫瑰 红玫瑰 宜世宜家 在家里可以料理好 照顾小孩 让我很安心在外面做事业 兼应酬或找野味 那野味外面红玫瑰很多 他也想要 所以这种男人 他会急着想要结婚 是因为他想要让自己 在世俗的这种婚姻家庭 他可以先安定下来 那他就有多余的时间跟能量 去外面寻花 就是采蜜这样 那另外我觉得 就是东东一定要注意 就是很多男生 说真的欲人不说 很多都觉得说 他这么爱说谎 这么爱搞这些东西 他一定有理由嘛 他为了爱我 他才会花这么多时间 像我有一个个案 这个男的手机里面 是有各式各样的餐厅的照片 外面里面吃面的各种都有 然后每次他女朋友问他在干嘛 所以他就随便发一张给他 对 然后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也请同事遮掩盖他 就是说他明明在那边玩 他就请同事拍一张 电脑的画面上面还有时间的 他就说我在加班 然后就有人很多人会帮他 遮掩盖这个东西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花这么多力气 他一定是很爱我 你会把这种原因 说谎的原因解释成 因为他爱我 其实很多这样类型的男生 有精神观能症 什么叫精神观能症 就是说他做这些事情 已经不要理由 他不要动机 对 你有没有看过一种 电视新闻 就有些贵妇他非常有钱 他就会白货公司偷东西 他其实已经不需要 对 省这个钱了 可是这件事情 让他有过瘾 让他有一种成就感 有 有 这种叫精神观能症 这已经不能用常理去解释 他说谎跟劈腿是他 就是会强迫症的性危险 他就非这么做不可 对 先进广告 我们有时候跟这个旁边的 另一半报告行动 是为了让他能够安心 但是你的案子 是让你越来越心慌 他说九点都没有准时回家 那去日本出差会跟你讲 四天三夜 结果是十几天才回来 断了线的风筝耶 怎么会这样 其实他去日本那一次 我也觉得蛮诡异的 但是他就是说 以公司的名义去出差 对 陈斗就找他出差 合伙人这样 然后他就去了之后呢 本来说好是四天三夜 对 就莫名其妙他没有回来 他就说真的是紧急状况 他的同事在那边惹了一个大祸 然后警察都来了 然后他要每天去警察局做笔录 哇 这么严重 对 然后他说搞到很大 大到他的 他都请台湾的亲朋好友 介绍日本的 有没有什么那边的官员 可以帮他就是处理这件事 好像就是这件事 好像严重到不行这样 所以他就一拖呢 就拖了十天 对 这么多事情 那过程中有跟你拍什么照片 有 他都 我说那你一个人 他说他其他同事 照片收集大师 他还说他惹事的那同事都回台湾了 他还留在那里 他还留在那 对啊 这很奇怪啊 因为他说他是他的老板啊 所以他需要这么做 可是其实呢 我发现其实他照三餐问候的 中间那段时间是因为他知道 他打电话给你之后 你短时间内不会打给他 对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套路 策略 对 实践官邻大师都已经先把时间分配好了 对 因为他这个时间打给你 对 你就知道说 他就先跟你报备嘛 说我等一下呢 要跟谁谁谁先去处理一个事情 可能短时间内 真的耶 没有办法接电话 他都是见招拆招耶 先能够出门 先能够出差 到时候再跟你 有新的理由再跟你讲 对 一步一步走 对 所以你后来是 也是键盘柯南 在脸书PO文抓到的 我必须说 我真的是后知后觉 我虽然在整个过程中呢 有 会偶尔去查情 因为他其实也是属于 长得很好的 手机长得很好的人 密码呢 我跟他这么八年的时间 我从来不知道他密码是几号 后来呢 我一个记者朋友就跟我讲 我跟你讲你要小心 如果他说 而且他特别点名其中一个女生 他说这女生非常主动 如果他觉得你老公就是 又高又帅又 家里又不错的话 他可能会自己主动贴上去 我说谁啊 然后他就说那个女生 他曾经采访过 然后我才 三个 真的吗 真的是他吗 可是他看起来还好吧 我还觉得不可能 就真的有一天我 男方就说他要出去出差 而且讲了宜兰两个字 然后我就 他一出门呢 我就赶快看三个女生 只有其中一个女生 只有其中一个女生 他自拍戴黑色口罩 然后自拍在一个 白色的椅背的车子里面 他坐在一个白色 就是你刚讲的那个女生吗 对 然后他就拍照说 开心宜兰工作去 白色椅背 关这一字 他坐在一个车子里面 照片背景你熟悉吗 因为他坐在白色的椅子上 因为其实很多房车 或是客车 不会有白色的椅背 通常应该是租人车 我觉得一般人 不会买白色的车子 然后我心里就一阵 因为我先生他是没有房子 他那时候没有车子 他说他是用公司的名义 去外面那种租人车 那就租人车嘛 就关键字又一直打到心里面这样 后来他回来之后呢 我就 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分房睡 因为他就说他很晚回家 所以他有时候喝醉了 他就会到客房去睡觉 然后我就走到他的房间 走到他睡的地方 看到他的外套 我就从里面摸 看会不会真的被我摸到什么 就摸到一把钥匙 然后那把钥匙的那个 就是B&W的 我想说该不会 就停在我们家对面 因为我们家对面停车格很多 那天下了大雨 我想好 我出去碰碰运气 你出去找 你出去真的 就停在我们家正对面 他也没在怕了 就那车子居然 椅背就是白色的 然后我打开一看 那个女生戴了口罩 还在副驾驶座上 就是那个你说黑色口罩那个 对 可是其实我说 我在看他那车子之前的 前一天晚上 他其实是有跟我一个 真情流露的一个大告白 就他跟我讲说 老婆你知道吗 我很辛苦 我真的就是为了这个家 全力的付出 他的套路都蛮像的 你就觉得他真的很辛苦 但是当下 因为我已经有觉得 是那个女生了 但这么长时间 他出差这么长时间 我从来没有提过 这个女生的名字 后来那一天晚上 他跟我真情流露大告白的时候 我就说 那你去宜兰工作 那我就讲那女生的名字 他也去工作嘛 他吓到 他丢起来喔 他丢起来说 你干嘛提到他啊 你看你就是医生医鬼 你就是疑心病太重 跟你相处真的是很 很痛苦什么的 然后 对 但是呢他跟我讲完 他在讲的时候 他就开始手机拿出来 就很急的 不知道他再传简讯给谁 为什么我会去拿他的钥匙 就是因为他那一天 我半夜起来的时候 我去看那女生照片 宜兰工作去的那个照片 他删掉了 那就是有问题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去工作 你为什么要删那个贴文呢 所以他当下很急的 打手机的 我觉得就应该是 他叫那个女生 删到 我为什么要PO那个东西 之类的 就让他赶快删掉 所以这件事就爆发了 我就知道 他有承认有跟你道歉吗 他不可能承认的 他至今都没有承认 对 欣祥你怎么看 他老公每次都会跟他讲 就是说他都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对小孩的照顾对他 等等的 所以目前也没有承认这个事情 这个心态要怎么解读 其实我觉得 就是国外的一个两性专家 他讲一句非常好的话 他说男人外遇是为了要维持婚姻 女人外遇是为了终结婚姻 然后近日以来 这个日本的这个网友 他们有个金句 他也在讲说 男生偷吃就像是兼职 女生偷吃像转职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很多这个人夫 对 当他在外面打野味 就是偷吃的时候 不见得说他想要终结这个婚姻 而是这感觉很像就是说 就是今天帮家里面 这样子打拼 要白玫瑰 红玫瑰都要嘛 赚钱对嘛 好辛苦喔 去外面充个电 回来我又活力满满的 我可以来对付 就是应付我的孩子 照顾我的老婆 所以我觉得就是 男生他在偷吃这个心理 当然不是说外遇合理化 就是而且你要知道 很多时候 人夫的魅力 尤其是来自于老婆耶 意思就是说 当他是单身的时候 他的魅力 还没有那么的满点 为什么 因为今天有老婆在家里面 帮他洗衣服啊 烫衬衫啊 还帮他说 老公我觉得你今天 这样子穿搭好看 他出去 别的女生看会觉得说 哇 真的很有型耶 可是他有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单身 他可能是自己的打理 都没有办法 像一个女孩子这么细心 到现在八年了嘛 还没有离婚 对不对 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们已经分居 大概两年的时间了 没有离婚 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不放手 或是甚至有另一个 对立的声音是说 我死不放 这种类似这种事情 其实不是 其实离婚真的 请神容易送神难嘛 没有 没有 离婚真的好 中间会牵扯好多的事情 包含你身边的家人 会给你很多的 对 很多的情绪勒索 或是建议说 你这样就是可能 就是输了 或是 那你的小孩怎么办 怎么又想哭 对 之类这类事情 然后 你还有几个小孩 我三个 然后当然我觉得 离婚跟小孩 快不快乐没有关系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蛮正能量的妈妈 是 我每天都会 尽量保持快乐 对 然后 其实我没有离婚 分居这两年没有离婚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性 我的家庭观念 我妈是非常传统的人 对 若萱给你 要什么建议 她上婚姻走了八年 其实我觉得 这样的冲突 跟解决的事情 它有点来得太晚 因为你如果很在意 她在外面这样的行为 你如果在第一次第二次 你就提出来 然后彼此会去商量说 我是不是因为我太照顾小孩 没有创造你 在你面前一个 很有魅力的原因 其实很早就可以去妥协 可是因为 脱太晚了 所以会变成这个事情 变成大家都没有力气 去面对跟处理 那会脱这么晚 因为我觉得有 彼此都有几个需求 有这种 对小孩子照顾的需求 有完整家庭的需求 有一个社会观感的需求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离婚就是婚姻失败 她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标签 所以我觉得修补婚姻是 两个人要承诺 要有这个承诺 那要有方法 那要有进度 就我们在一两年之间 我们看到 我们好像有在移动 有在往那个好的方向走 那也许是有机会 可以就是重新开始 好 我们先进广告 这个另外一种 确认关系很特别 全雷打之后再来确认 你是这样子吗 走回来 好 但你跟一个女生曾经是 互相都很有好感 而且互动根本就跟情侣一样 但是不是情侣 没错 因为就是 是什么状态 我来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女生是 我是在北京有认识她 因为我之前就是 每个月飞去北京 因为我在那边 有在拍节目这样子 然后我就 我开始认识这女生 我觉得这个女生就是 跟我的想法还蛮像的 因为我们可以聊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这样子 每次去北京 我就去找她 然后她有时候 也是会来台北 然后就是来台北 就是来找我 那时候她来台北 她就住我家 那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觉得 这样子 我们还是有在认识对方 所以我们差不多 有在这种的关系 差不多十个月 对 十个月 情侶之间该发生的也都发生了 有发生 一定会发生 对啊 那这样子还不算是情侶关系 没有 我去北京 我就花五天的时间 对不对 然后再过了一个月 她又来台北 然后在台北 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们不是 就是跟 如果她住台北一样 如果她住台北 我就可以 比较容易去跟她约会 那我比较有机会 所以可以碰她 时间累积的比较多 对 所以需要一点点时间 反正那时候我就 她那时候就决定 要搬回去美国 然后她说好 但我要回去美国 可是回去美国之前 我会先停在台北 两个礼拜 然后 我可以住在你家吗 我说可以啊 你就来啊 然后她又来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这个第一个礼拜嘛 第一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差不多 已经过了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去 我 因为我很喜欢大字人 所以我又带她去录影 然后我们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 我就 跟她聊一聊 然后跟她说 那我们就是 有在 在一起 差不多十个月 那你觉得我们 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的感情是什么 你对我有怎么样的感觉 我这个时候我就在问她 然后 然后她就跟我说 你想认真的 对 我那时候很认真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女生不错 我想要就是 继续跟她交流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她就开始跟我讲 因为她 她是一种 free spirit的一种女生 free spirit 对 然后她就是喜欢旅行什么的 然后她 开始跟我讲 一大堆有的美的 然后她开始有解释一件事情 一种 一种关系 我从来没有听过 对 叫 好 上英文课 英文课 monogamy 然后polyamory polyamory 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讲 就是monogamy的意思 就是基本上 你就是看到 有一个男朋友 跟你朋友在一起 还是一个老公老婆 这叫monogamy 这叫monogamy 那polyamory的意思就是说 多人运动的另外一个意思 polyamory的意思说 我可以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 可是我也可以 找另外一个男朋友 而且这两个男朋友 也许有可能 也会知道对方 对 开放式的交往关系 对 还蛮开放的 不是 这个意思不是说 我出去 然后开始找太多的人 不是这样子 他可能就是觉得 这个人生不错 就认证找个三四个这样子 他说三四个太多了 有太多了 他那时候说 因为 他因为会花太多时间 对 他那时候就说 人三个 有的人 有的人可以 管理三个 对 那有的人可以管理 两个这样子 然后说 这是什么鬼 有时间这么多吗 我都认真在听 然后 就是那个单 你有吃过台湾的三宝饭吗 我们三宝饭就是有 这个叉烧 叉鸡跟油鸡 三宝饭这个东西被发明出来 就是因为很多人就喜欢 这个也吃A跟B跟C 对 他都爱吃 所以他就点个三宝饭 他又喜欢点双拼 对 他觉得三宝跟双拼 差可以备取得了 对 所以你想要确认单一关系 他想跟你确认多人关系 对 我就因为 我那时候都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那我真的 我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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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又开始跟我讲 然后他很认真跟我讲 我跟你讲 这个很有系统 有系统 你有第一个 因为你可能要说 你是我第一个的朋友 所以我必须要跟你 花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可能就是第二个的朋友 就是我不一定要跟他 就是花这么多的时间 所以有一个男生 就是比较 先来后到他还是有一些 有一种系统 有一种系统 他说太坏了 不是 我在金字塔顶端 他是你的下线 我觉得太复杂了 所以你不是第一个 他那时候又跟我说 他美国那边 已经有一个男朋友 对 然后我说真的假的 那我就觉得 为什么你没有 早一点跟我说 我觉得你早一点跟我讲 就OK了 可是他都没有跟我讲 他就十个月后 他跟我讲 就是有一天夸张 然后他回答我 他就说 因为如果我早一天跟你说 你可能会受不了 你可能就是不会接受 我说有可能 可是我还是觉得 你要早讲 戴若徐哥 你觉得这样行吗 这是一个OK的方法 会幸福吗 两性关系不是只有性关系 你除了身体跟性的探索之外 你会不会去问他说 你退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那如果有一天我们 组合一个家庭的话 你要不要有子女 那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人生的规划 像这种东西都在确认关系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你 发生到性关系什么程度 在确认是每一次约会 每一次聊天 每一天你回家 跟他的LINE 其实你们都在确认关系 那如果你能够用这个角度去想 你可能很早就会发现 我跟他不适合 不用到最后才来问 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就有很多方式 可以来确认关系 不用一直到 这么深刻的这一步 但你说这个时间管理大师 有几大特征 是 发现的时候我们要停損 是 要特别留意 好 有四大特征 第一个就是 他始终很忙 就很忙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其实不是指失误的本身 而是说 他的忙跟你的生活是没有连结的 他一直在忙他的事情 那第三个就是说 你很少有机会 让他为你而忙 因为你都很独立 譬如说东东照顾小孩 你要家里的时候 没有什么需要 他需要买个尿布回来 因为你都自己忙完了 所以他就都在为别人而忙 然后第四个就是 等他在为你忙的时候 就是你们要谈分手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真的很忙 因为就要把你们关系 做一个处理 好 我们今天谢谢所有来宾的分享 其实在感情路上 我们都不断地在学习 有时候不要想说自己 有办法拯救一个时间大事 最重要的女生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 疗愈自己 修复自己 跟健全自己 那不管单身或不单身 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 跟有幸福的能力 祝福 拜拜 谢谢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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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